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间普遍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遣特别代表栗战书前往朝鲜参加朝鲜国庆70周年重要活动的决定 可能向美国总统川普传达示好信息 希望中美贸易战降温 中国官方低调宣布栗战书代表习近平前往平壤 此前多个消息增传习近平访问朝鲜 朝鲜与美国去和合作僵持 川普批评中国从中负面影响 为习近平前往朝鲜增添压力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中美贸易战烽火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派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8日访问北韩 出席9日举行的北韩见证70周年活动 专家分析川普将朝鲜半岛问题与贸易战捆绑 习近平派特使赴朝鲜而非亲自前往 可减缓中美关系紧张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4日晚间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宣布 栗战书适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北韩政府邀请 将以习近平的特别代表身份 率团于8日访问朝鲜 出席朝鲜见证70周年庆祝活动 报道引述中国与朝鲜官方消息暗示 过去中国领导人访问朝鲜 大多在一周前就发布相关消息 但最近相关部门都未接到通知 从习近平日程安排来看 中非合作论坛近日在北京登场 非洲领导人与代表还与习近平进行一对一会晤 在此情况下 习近平似乎很难出访他国 据北京外交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将北韩去核化问题 缺乏进展怪罪中国 并将朝鲜半岛问题与中美贸易战捆绑 并叫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朝鲜行 这一系列行动给习近平增加了外交上的负担 这位外交分析人士认为 中美贸易战逐步升温 川普政府将于6日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 加征25%的关税 在当下的敏感时刻 习近平不亲自出席北韩的建政庆典 可以减缓中美关系的紧张 今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三次到访中国 会见习近平 据纽约时报引述中国前高级官员杨夕宇表示 习近平可能觉得此行不会有太大祸 杨夕宇说 朝鲜和美国在无核化谈判进展方面陷入僵局 而中国似乎没有多少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报道说 习近平访问平壤也可能惹怒华盛顿 后者一直在敦促北京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 令其放弃核武器 上周三 川普指责中国向朝鲜输送货币 燃料化肥和其他各种商品 他在Twitter上说 这没有帮助 中国对此报以猛烈抨击 指责川普是神逻辑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5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发表小山的文章 题目是 刘强东按美国众律师成绩维权索赔 背后的股东都是谁 中国民企京东创始人刘强东 在美设性侵案被曝光 京东股价开盘后迅速下跌7% 市值蒸发32亿美元 京东2018年以来的股价走势十分疲弱 从年初最高点至今跌幅超40% 刘强东在美被指涉嫌性侵 如同雪上加霜 美国三家律师事务所 指控刘强东涉案消息 飞快传播有法律瑕疵 造成京东投资人巨额损失 酝酿集体维权索赔 不过有消息说 京东很多股东身份保密 未必有人愿意暴露身份索赔 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国 在香港官方媒体消息 Rosen, Shaw Pomerantz三家美国律师事务所 分别在官网宣布调查 京东是否失实披露刘强东案情 并且邀请遭受损失的股东 参与调查和可能的集体诉讼 据凤凰网引述网媒华尔街建文报道 京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因涉嫌性丑闻被捕的消息传出后 京东股价在2018年9月4日 下跌1.87美元 至每股29.43美元 跌幅5.97% 美国Pomerantz律所表示 将代表京东的投资者进行调查索赔 调查涉及京东 及其部分高管和或董事 是否从事证券欺诈 或其他非法商业行为 该律所还建议 这些潜在的 因证券欺诈行为而受损的投资者 联系该律所 而美国首奥律师事务所则宣布 正在针对京东的索赔进行调查 并鼓励损失超过10万美元的投资者 联系该律所 该律所认为 京东可能违反1934年颁布的 证券交易法中 10.B和20.A的的规则 以及10.B-5颁布由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依据 调查的重点 是京东是否涉嫌发布虚假 和或误导性陈述 以及或未能披露 与投资者相关的信息 Rosen律师事务所 也在新闻稿中提到了类似内容 正代表京东的股东 向该公司提出可能的证券索赔 理由同样是京东 可能涉嫌向投资者 发布重大误导性商业信息 Rosen律师事务所表示 正准备提起集体诉讼 以弥补京东投资者遭受的损失 据中央社说 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大学 卡尔森管理学院 攻读企馆博士学位 上星期前往当地休克 却在一家餐厅 涉嫌对一名中国女学生 有不当性行为 遭警方逮捕 根据警方最新说法 刘强东8月31日凌晨一时 涉嫌强暴 当晚被捕 获释后案件仍在调查 刘强东尚未被控任何罪名 45岁的刘强东 出身江苏省农村 父母早年已和运生意谋生 20年前 他在北京中关村 一手创办京东 在中国网路充斥廉价于仿冒品的环境 以贩卖优质产品打响名号 逐步拓展为年营收人民币 3623亿元的电子商务巨拨 刘强东不以此满足 常把中国电商龙头阿里巴巴集团 视为假想敌 但这段白手起家致富的故事 却被打上问号 据报道 根据复笔市实时数据显示 今年44岁的刘强东身家高达79亿美元 在富比市大中国富豪榜排名第20名 刘强东是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 当时正在明尼阿波利斯完成中美工商管理博士课程项目的 美国驻校活动 该课程主要在北京完成 面向的是一群不同寻常的学生 平均年龄50岁 很多是行业领袖 该项目由明尼苏达大学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办 毕业生包括贵州茅台执行经理 蚂蚁金服 CEO景贤栋等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5日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法国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鼓励的文章 题目是《美国使馆微博转哈佛报告》介绍贼 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账号9月4日刊文介绍 债务陷阱外交造成的危害 此时正是中非峰会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宣布向非洲追加600亿美元发展基金 引发外界议论非洲落入债务陷阱之际 这篇介绍下面有1000多中国网民留言 其中多数讽刺抨击美国 拥护习近平大撒币 美国驻华大使馆刊出哈佛大学有关债务陷阱外交 对弱势国家造成危害的报告 这份由山姆帕克和加布里阿尔切菲茨撰写的报告表示 有些国家很容易成为债务陷阱是外交的受害者 不得不服从债权国的安排 报告指出债权国则利用债务实现其战略目标 过去十年来 中国向无法偿还贷款的国家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 并以此向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力 比如斯里兰卡就应难以偿还中国的贷款 而将赫班托达港租借给中国99年 吉布提在2017年大债务负担接近国内GDP100% 最近同意让中国在该国建造永久性海军基地 该报告用图表显示异售债务陷阱是外交所害的国家 包括吉布提肯尼亚、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老挝、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劳 其中马来西亚在新总理马哈蒂尔上台后 已向北京表示应无力还债 取消三个中资项目 这篇文章下面有上千中网民的评论 多数是讽刺抨击谩骂美国拥护习近平大撒币的留言 据中央社介绍 中国媒体有关中国原非的文章 均关闭了留言系统 禁止网民留言 但中国网民在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上不被禁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5日 明镜广播电台华盛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良经评论文章 题目是 贵族精神平民尊严与战争 对外国人来说 美国为参议员麦凯恩举行的国葬 不仅为了解当下美国的政治气候提供了重要机会 更打开了一扇不轻易打开的窗口 让你有机会看到美国政治精英们 如何调用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资源 从精神和情感上支持他们极具挑战性的民主政治生涯 虽然平民文化在美国的民主中早已占压倒优势 但两院制沉寂了英国的政治文化 把平民之风和贵族精神有机地整合起来了 所谓贵族精神 我以为通常的理解 就是为了荣誉和责任敢于牺牲个人的精神 有英国历史学家认为 英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相对顺利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贵族阶层早就比较开放 平民有很多机会建功立业成为新贵族 这不仅让贵族精神与国家的强盛和繁荣高度一致 也有利于民主政治循序渐进 从而与提升平民的尊严也高度一致 世界上很多的文明都没有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幸运 英国和美国建构现代国家之幸运的一个重要体现 就是这个过程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海外 而非本土 这当然与英国占了建构民族国家的先机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这令其经济和军事扩张既产生了民族英雄 也促进了国内团结或民族认同 有助于缓和阶级或等级身份的冲突 所谓后发国家虽然也会产生反抗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民族英雄 但是其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 内部冲突的爆裂程度很多都大于对外抗争 这样的历史背景 显然不利在这些国家实现贵族精神与平民尊严的协同 中共的红二代政治上难有作为 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特权来自于文明内部 极为血腥的冲突 此次麦凯恩的葬礼有多重政治和历史因素 他的一生具有鲜明的英雄色彩 甚至是悲剧英雄的色彩 他在一场美国打输了的战争中越战受伤被俘 经受了严峻考验 从政后两次竞选总统失利 但他对国家和选民利益超越党争的忠诚和政治操守 充分展示了荣誉责任和牺牲的贵族精神 在民主政治中的宝贵价值 但是麦凯恩通过精心安排的后事 不仅表达了他对美国民主极深的忧虑 并且借自己的葬礼 麦凯恩对美国政治品格的败坏 做了最后的抗争 可以想象的是 像麦凯恩这样的英雄 以后不大可能再有了 主要原因就是技术的革命和飞速发展 不仅改变了战争的形式 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权力分配模式 人类的冲突当然不会因此而消失 问题是 人类新的冲突模式 包括新形式的战争 也包括现在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主张的经济战 会不会再生产出像麦凯恩那样 信奉荣誉责任和牺牲的精英和政治家呢 这是我看了麦凯恩的国葬之后 心中不由产生的问题 在思考和搜索的过程中 我既看到了令人乐观的发展 如微软创始人比尔 带此每年花费几十亿美元 提高美国一流大学 录取贫困家庭子弟的比例 也就是说 至少在美国 有贵族精神的新精英还是有的 一些科技和财富精英 仍在尽最大努力 提升平民的地位和尊严 但是这种努力能克服美国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吗 碰巧的是 我也看到了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 赫拉利介绍新书 21世纪的21个教训 他对未来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权利平衡很不乐观 理由是 新技术给有机会控制数据的人太大的权利 又让太多人失去了生产财富的经济价值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5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发表文山人称宁恋的文章 题目是 夺取资源 助长腐败 中国如何反驳 回击批评 在周二 9月4日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援桌会议上 习近平与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高唱 中非命运共同体 而官方媒体以及一些退休官员 则在忙于反驳外界的指责 夺取非洲的资源 无条件援助助助长非洲政治腐败 大量放贷导致受援国陷入债务陷阱 这些都是中国援助非洲时面临的指责 在本周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 一些非洲记者也利用新闻发布会的机会 向中国官员提出这些质疑 他们担心 中国的原件项目会引发环境问题 并且对中国企业很少雇佣非洲当地员工表示不满 对此曾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驻马里驻摩洛哥大使的成涛表示 指责中国支持那些有腐败嫌疑的政府是不公平的 现任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的中国资深外交官 在峰会期间的一次记者会上说 有一名非洲朋友曾经问我 称他的国家政府非常腐败 为什么中国还要和该政府合作 他还说 这个政府请求中国帮助修建一座桥梁和医院 中国不应该去帮助他们 我则回答他说 你们投票选出了这个政府 而我们中国也只能和这个政府打交道 不过 乔良医院也不是给总统或官员造的 而是为当地民众 成涛表示 看待这一问题时 不妨换换视角 根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7年公布的排名 全世界腐败程度最高的十个国家中 有多个位于非洲 其中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 索马里 苏丹 南苏丹 此次派出了最高领导人 前往北京参加峰会 自2012-13年 习近平执掌中国之后 他发动了一场浩大的反腐运动 相应的 中国政府也多次表示 不再对外援助中 滋掌当地国家的腐败 同样曾任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的刘贵金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不愿意见到援助资金被腐败行为吞噬 他表示 中国的援助聚焦于非洲民众 不会把钱交给腐败的政府或官员 周二夜间发布的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中 对中非双方在反腐败领域合作取得的显著成就和相关合作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暂时 并决心继续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 不断完善反腐败合作制度和机制 债务陷阱 外界对中国援非的另一项担忧是债务问题 就在本周一 习近平宣布将再增加600亿援助资金 其中 只有少部分是以无偿援助形式发放 其余大部分都是优惠贷款 主权信贷等 就在今年3月 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埃塞俄比亚访问时警告说 非洲国家在接受中国贷款援助时必须小心避免损害自身主权 中国方面则在峰会期间再次反驳了这一指控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静胡说 中国是在帮助非洲发展 而不是堆积非洲的债务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开幕演讲中明确表示 中非合作好不好 只有中非人民最有发言权 任何人都不能以想象和议策否定中非合作的显著成就 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曾在峰会召开前夕发表评论 称贷款不可怕 关键看拿了贷款去干什么 是去买牛羊扩大生产 还是买酒喝享一时之乐 中国给非洲的贷款对非洲来说非常重要 适用于发展的 将造福当代和下一代 加鹏发展协调与规划局负责人索罗门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所谓中国让非洲陷入债务陷阱的指责是不公平的 他认为中国援助非洲给出的条件被欧美国家更好 而且非常灵活 其贷款利率低 宽限期也长 我认为最引起外界误解的是中国企业爆出的极具竞争力的价格 不过中国方面也已经意识到了原非的债务问题 习近平周一就在中非企业大会上讲话时表示 中国不在非洲建设形象工程 而是建立可以消除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 他还强调 中国企业必须尊重当地人民和环境 而针对另一项指责中国援建项目 往往只使用中国员工 对非洲当地就业岗位贡献太少 中国商务部部长中山在峰会期间表示 到今年年底 中国将为20余万非洲民众提供技术培训 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则对路透社记者表示 随着非洲本土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升 中国援建项目对中国员工的需求会降低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5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文章 题目是中国人的消费降级 一段时间以来一个新词开始流行 消费降级被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然而对于民众而言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们又有哪些切身体会 整个暑期中国网络上充斥着关于消费降级的段子 出门从出租变成公交了 买东西上拼多多了 旅游开始本地化了 一些文章甚至将看 沿袭攻略与消费降级联系起来 称这是一种口红效应 经济危机时 口红的销量反而上升 因为人们将消费欲望转嫁在 比较廉价的奢侈品上 称在消费降级的时代 年轻人更倾向于买个爱奇艺会员 看看宫斗剧放松一下 谁不敢花钱了 然而 这些段子和分析 是否真反映了社会的普遍现实 中国人 特别是年轻人 真的开始勒紧裤腰带 过日子了 在北京一家大型宁启工作 今年26岁的李小姐 对德国之声表示 自己和身边的朋友 确实感觉不敢花钱 她说和朋友聊天时 贫穷是我们所有话题的终结点 当然 不敢花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含义 比如 我很不下心去旅游 我的某个高中同学 可能很不下心买某个七八百的香水 我某个Master硕士研究生 同学可能很不下心 买个两万多的宝格力的包 很多人说 老一辈喜欢买房 新一辈喜欢租房 这算不算消费降级 她说 这都是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 这些让着租房更合适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钱买房 生活压力不那么大 还能吃吃喝喝买买买 情况又会不同了吧 不会说喜欢租房 当然 并非所有人都变得不敢花钱 另外几位稍微年长一些的 有房一族都表示 没觉得消费方面发生太大变化 今年39岁的姚先生告诉德国之声 如果没有房子压力 不乱买金融产品 生活还是挺滋润的 她表示 自己的老板倒是放弃了几家常见的餐馆 因为菜价涨得太夸张了 理性消费 对于同样生活在北京 今年35岁的陈先生而言 消费变化则在于自己对消费新的认识 她说 以前我经常会有冲动型消费 为商品溢价买单 我以前在单品上的投入 比现在要多得多 30岁后 我更理性一些 会做一些甄别 会去了解溢价 会在乎售后服务 也会考虑可持续消费的一些因素 另外 她也表示 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 让消费者的选择更多 因此消费时更理性了 在一家知名外企工作的陈先生同时表示 经济形势对自己的消费当然也有影响 我这个年龄有更多需要消费的地方 例如房 车 子女 教育 假期等 这些在中国是刚需成本最高的 在整体福利体系和经济体系不改变的前提下 这些因素会客观的影响其他消费 不过 我不认为消费降级代表消费形势的降低 其实应该是消费形势升级 因为消费者要求更细分 市场也会反映出来 他说 这和中国经济界的主流观点相吻合 环球时报英文版8月30日发文称 中国没有消费降级 而是在发生消费变化 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表示 与其说是消费降级 不如说是消费升级中的分级 情绪宣泄 在经济学家沈玲看来 所谓的消费降级 其实是一种民众焦虑情绪的反应 他对德国之声说 这主要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 中美贸易战阴影在情绪上的一种反应 老百姓感觉收入增长放缓 再加上房价压力 才会有焦虑 从统计数据或者真实经济表现来看 未必是这么糟糕的 沈玲表示 在过去五年里 消费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 从统计数据来看 未必看得出是降级 他说 不存在所谓的以前逛商场 如今拼多多 我们只是现在注意到了拼多多的存在 而不是说 以前逛商场的人如今都去拼多多了 这绝对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5% 而中国消费者购买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 从大的周期来看 我们处于消费升级 而不是降级 这位经济学家说 他表示 网上消费降级的说法大部分是情绪的宣泄 这和中国股市很类似 上市公司的业绩都在改善 但今年跌得一塌糊涂 这也是一种情绪 毕竟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美国对中国这种规模的贸易战 现在新的形势反映在股市上 就是股价的下跌 反映在网络上 就是这种宣泄 问题不在贸易战 在浙江多地从事酒店 商铺招商等业务的企业家王先生 表示对于中国社会近来的消费变化 有切身体会 他告诉德国之声 中国老百姓消费的量可能没有减少 但是层级或者说档次确实有所下降 这样商家也必须跟着做出调整 比如五星级酒店的价格普遍有所下调 以前住Reddison等豪华酒店常常要三五千 如今一千多就可以了 不过王先生认为出现这种变化的根源 不在中美贸易争端 而更多是中国内部原因 他说这一方面是反腐败给高端消费带来的冲击 另一方面也更关键的是泡沫经济 虚拟经济的影响 这两年中国有多少P2P平台倒闭 动不动几百个亿的负面资产 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 另外股市楼市也不好 这反过来也让实体经济承受很大压力 我认为中国经济这几年在下滑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5日 明镜广播电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赫尔曼的文章 题目是资深媒体人写川普新书内容劲爆 对白宫杀伤力超前 一部关于川普总统的新书的摘抄描述说 县政府在执政的头19个月来乱象不断 发生了行政政变和精神崩溃 这部新书的作者是资深媒体人鲍博伍德沃德 他当年的报道具性帮助把尼克松总统赶下了台 伍德沃德448页的新书题为恐惧 川普在白宫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这部书定于9月11日出版 书中描写说 白宫助理从总统的桌子上偷走文件 还采取其他行动 以规避身为三军总司令的川普的意图 这部书描绘说 川普在世界事务上无知到危险地步 他的白宫功能失调 内斗不断 自从川普去年1月就任后 就不断有新闻业者和前白宫人员描写过 白宫的内部动荡 但是伍德沃德对本届行政当局的描述 更加令人不安 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和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报道 援引了新书的段落 这部书援引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的话 描述说 川普总统精神错乱 这部书还说 凯利在一次幕僚会议上说 因为总统是傻瓜 所以说服他相信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 他已经不按常理行事了 我们是在疯人阵 之前新闻媒体就报道说 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凯利对他目前的职位 以及他的总统上司被感懊恼 这部书援引他的话说 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大家为什么要在这里 这是我有过的最糟糕的职务 凯利在媒体报道了这部新书的几个小时后 发表了驳斥声明 身为白宫幕僚长的凯利在声明中说 那种我曾把总统称为傻瓜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他重申 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坦虑和牢固的关系 他总是了解我的立场 他与我都知道这个故事完全是胡说八道 凯利的声明强调说 他致力于为川普总统 他的议事日程和国家效力 凯利还说 这是又一个抹黑川普总统身边人 并试图让人们忽视本届政府诸多成就的可悲企图 这部书说 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说 川普对阅读材料的理解能力相当于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 这部书声称 去年4月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后 川普打电话给马蒂斯说 他希望刺杀阿萨德 据书中描述 马蒂斯放下电话后对一名助理说 我们绝不会那样做 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节制 在联合国的一次记者会上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被问到了书中的这一说法 他回答说 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总统谈起刺杀阿萨德 白宫新闻秘书萨拉·哈克比·桑德斯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说 伍德沃德的新书只不过是虚构的故事 讲故事的很多人是心怀不满的前雇员 他们是为了破坏总统的形象 虽然并不是那么美丽动人 而且媒体先有报道 川普总统冲破了官僚程序 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有时这是非常规的 但他总是能取得结果 桑德斯的前任之一 曾担任前总统乔治·W布什新闻秘书的阿里·弗莱彻提到 他本人在伍德沃德之前的一部书里就被当成了攻击目标 书中影的话有我不喜欢的 但我认为伍德沃德从来从来也没有瞎编过 弗莱彻在推特上说 匿名消息来源对嘴巴的把关更松 也许会发挥 但是伍德沃德总是有话直说的 有人把话告诉给了他 书中还引用了川普总统的前首席私人律师约翰·多德的话 据称多德用粗俗露骨的语言称川普是撒谎 并说 如果川普在负责涉额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 穆勒面前提供证词 最终会穿上橙色球服的 伍德沃德的书所依据的 是数百个小时的采访录音和数十名川普圈内人的谈话 还有绝密会议的纪要 据称 两位后来离开白宫的官员 总统首席经济顾问 加里科恩和白宫秘书罗布波特 曾把文件偷偷从总统的桌子上拿走 防止他签署这些文件 以保护国家 伍德沃德一再试图请求为此书采访川普 但未能如愿 根据华盛顿邮报公布的伍德沃德 上个月给川普打的一次电话的录音 川普指责这位资深媒体人撰写非常不准确的书 反映不出他比任何前任都做得更好的事实 这部书还包含了总统律师与穆勒讨论的摘抄 这部书援引穆勒的话说 我需要总统作证 以确定川普在解雇连条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什的意图 据说 穆勒宣称 我希望看看是否有非法意图 最近 川普总统把他与他自己的司法部长杰夫·塞深斯的矛盾公开升级 塞深斯回避了对穆勒调查的监督 这一做法惹恼了川普 书中引用了川普描述塞深斯的话 据说 川普对时任白宫秘书的波特说 这家伙脑残 他是愚蠢的南方人 他模仿美国南方口音 嘲讽塞深斯 伍德沃德的新书 审视了川普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刺激评论的做法 书中说 国家安全界的领导人害怕并警告川普 推特可能把我们拖入战争 本书作者鲍勃伍德沃德事前《华盛顿邮报》记者 他因为水门丑闻的系列报道 而与合作者卡尔伯恩斯坦 共获1973年的普利策奖 尼克松总统最终因水门丑闻而辞职 新书让人们联想起当年尼克松白宫的多疑和愤怒 书中说 川普谈到正在进行的涉额调查时说 每个人都想害我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 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